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谈一谈 台湾未来三个月的运势 到底会如何呢 我们蔡总统未来三个月运势 是扭转乾坤还是会彻底崩坏呢 台湾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很困境的状况 就是我们的疫情还蛮严重的 那当然死伤也是一堆人 那双北已经开始焦头烂合不打紧 现在连新竹苗栗都开始焦头烂合了 柯市长之前有谈到说 未来如果不防疫做得更好的话 恐怕破口更多 果不其然现在破口已经出现了 在哪里新竹苗栗 好我们都知道大企业里面有很多移工 那这些移工的破口将来一定是 会更严重的问题会出现 因为这些移工是从境外进来的 其实这个破口是从境外移入的移工 那这些移工是不是有回去他们的居住地 我们就不知道 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呢 我们台湾的整个本土疫情非常的严峻 另外的话台北以外的桃园台中新竹 还有中南部是不是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样的不好的运势呢 我们要讲讲其实呢台湾整个的问题会出现 这么严峻的考验呢 一定是从哪里开始 大家想也知道 从哪里 就是从那个几个机师开始 然后呢加上 加上那个饭店呢 桃园的那个饭店开始的 没有做好很好的防疫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当然跟县市首长有关系了 那我们也不能去踏伐谁 但是问题是 这些县市首长如果运势不好的时候呢 就会很麻烦 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 这个有时候天啊 要给我们一撇啊 你根本不用命好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了 去年我们是怎么样 快乐的台湾 快乐的乐园 多少人想到台湾来 包括香港都移民到台湾来了 美国那时候呢 出逃的时候全部跑来台湾 就是他们疫情大爆发 包括欧洲都一样喔 很多人就赶着来台湾了 那为什么我们今年呢 变成了一个呢 大家呢 相争要赶快出逃的一个国家呢 这当然跟我们的蔡总统的 运势也有关系 我再讲一下 蔡总统呢 他本命里面呢 他是这个属猴的 那1956年出生的 1956年呢 刚好呢 在申的宫位 申就是猴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的运势呢 他去年呢 2020年呢 虽然有做到太阳化祭 我在之前呢 我有曾经呢 讲过他的运势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整个运势上 他去年的运势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露存心刚好去年是什么 庚子年 那庚的露存心 消灾结恶化丧的心加上财心 全部都坐在他的位置 就是身的位置 那我在今年年初 以及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做大议员的时候 我有提示过大家 就是说我们蔡总统的运势呢 他那颗露存心跑掉了 跑到姬的宫位了 所以请他要特别小心 或许呢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命运啦 因为呢 毕竟他现在在主政嘛 那在主政的同时呢 我们就一定会受到 某些主导人的运势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疫情 疫情当然我们都知道啦 包括呢 所有的防护啦 当然 台北市长 先北市长也当然也有点责任啦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呢 另外就是行政院院长嘛 苏贞昌嘛 另外一个就是陈时中嘛 陈时中部长嘛 所以呢 其实呢 包括其他的县市首长 包括台中啦 新竹啦 云林啦 台南高雄啦 屏东当然都会有关系 还有花莲啦 宜蘭啦 还有包括台东 其实都有关系的 那我们还有呢 外岛咧 对不对 像是金门啦 马祖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整个的运势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先看看呢 我们蔡总统最近的运势到底怎么样 好 他的命格其实呢 应该这样讲 他这个大运里面走65到74岁 刚好走在马的位置哦 马的位置 65到74岁 那他今年刚好是66岁嘛 所以你看哦 他马上封猴 去年又是高票当选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这个位置呢 他坐的是天童跟太阴 天童是一颗福星哦 太阴呢 他没有画拳 但是有一颗阳刃跟灵星 这两颗星是不好的星 所以呢 天童太阴坐在呢 马的位置呢 太阴星呢 他不得地 太阴星他本来应该如果坐在老 那个鼠的位置哦 子 子 子丑银毛的子 不要坐在马 这个叫阴阳反背 那阴阳反背 也不能 也不能说完全都不好 你看哦 他阴阳反背反大跪啊 坐上台湾最高位的总统位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位置上面来看的话 65到74岁的甲午韵呢 刚好吻合了什么呢 吻合了在今年 他前后父辈受敌 有看到吗 我一直在强调 属蛇的位置呢 就是他的前后面的宫位 蛇马羊 大家记住哦 蛇过来就是马就是羊嘛 那羊过来就是猴嘛 那我们先不讲他本命猴 他的大运很重要 食不我语呢 或者呢 运气好不好 就是说 对不对 就是跟这个他的大运有关系 本命好 大运不好 就会影响他的运势 那影响他的运势呢 就会影响我们台湾人的运势 这是一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天同太阴家请羊家灵星 其实他有一颗羊刃星 在马的位置 对他来讲并不是有利哦 灵星呢 他是一颗呢 未爆弹 所以呢 整个运势上来讲的话呢 今年2021年 我们先讲今年就好 我们不要讲以往 刚才我讲过 今年的财星落在鸡的位置 那这个 这颗星落在鸡的位置的话 他要奋力突围了 因为大运呢 的阳刃呢 跟陀罗 陀罗坐在他的本命宫哦 陀罗坐在他侯的宫位 那侯的宫位是他的子女宫 子女宫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 百姓哦 好 虽然他没有生小孩对不对 但是子女宫就是他的百姓哦 他的一国之母啊 哦 我们就是这样讲 那接着下来呢 因为呢 他的大 大县的 这个大运的阳刃呢 是坐在呢哦 旭宫 旭宫今天又是太岁呢 偏充 好 你看哦 他整个大运哦 从 农历的四月 农历的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都不好 那如果他从农历的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都不好的时候呢 也代表说台湾呢 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 那这个情况呢 当然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呢 哦 应该说去年好不容易 不是现在 去年好不容易呢 零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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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再加上两个 一个苏贞昌 院长 行政院院长 加上一个 陈时中 部长 来我们讲讲 大概讲一下 陈时中今年呢 太岁 偏充 他属龙 哦 那 他有一颗陀螺星 在他的龙的工位哦 我们 我们的蔡总统 哦 蔡英文总统 他有一颗陀螺星 那今年的 大运的陀螺星 又坐在他本命的工位 所以他打陀螺 打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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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不出来 就是赚来赚去赚来赚去 会这种情况 好 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 紫威七煞 紫威七煞 加这个他坐在亥的工位 租的工位 当然了 我们这个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 他以前也当过行政院院长 那所以其实他应该算是蛮有经验的 但是呢 他的运不好 不要这样讲 为什么他今年运不好呢 你们要听清楚 朱跟羊跟兔 这三个工位呢 是形成一个铁三角 这个铁三角呢 他刚好合到太岁正冲的年份 他的迁移工呢 引动的是什么呢 太岁五皇上 流年五皇上 所以为什么书院长呢 也是没有办法 做出很多让大家惊喜的事情 太岁牵引着他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问题来了 会变成怎么样呢 好 你看喔 今年 我们的蔡总统的运势呢 做了巨太阳化祭 好 流年呢 文昌化祭 做在哪里 大县跟流年 刚好在他的 身跟隐这条线整个断掉了 你想想看 如果这条线断掉 会是怎么样 就飞机往下直 直坠的意思嘛 往下坠的意思嘛 这台飞机在天上 掉下来的意思 没有办法掌控好了 而他下面的人 而且他坐的位置 今年刚好有王神跟小人位 所以呢 他身旁也总有一些人呢 对他是不利的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呢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 他跟陈时中的命盘呢 就是 这个 申子城刚好 形成一个铁三角 山河 然后呢 他呢 这个 又合到 合到什么 合到呢 这个 流年的五黄煞 整条线是这样子的 好 申子城山河 申子城山河 就影响到呢 我们蔡崇崇的运势 所以呢 应该这样讲 不管是说 呃 我们不要讲的说 好像说他下面人都不好 不是 就问题出现在 这些人的运势 都没有那么好 那所以问题就一直一直浮现出来 那当然呢 在这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想呢 国人自己呢 也要好好的 努力防疫 为什么这样说呢 新北现在很严重 现在又跑到呢 新竹去了 整个科学园区里面的企业呢 整个公司里面有几十个人染疫啊 那现在要消毒 好 那这个 这个会不会延伤到台中 接着下来就是什么 高雄 台南 屏东 有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 诶 病毒喔 他不是看得见的 你不知道敌人在这边 在这边在后面在前面 也不知道 病毒我们看不见他 所以呢 群聚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公司要上班 工厂要开工 店面要生意 那当然就会有一些群聚的效应出来 菜市场买菜 一样道理 你去 你去 你去那个 不管你是去哪一个大卖场 也是一样都是 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我倒觉得呢 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如何让台湾更好 应该要切割 什么样的切割法呢 第一个呢 该是 行政院要负责的 让行政院去负责 就把事情做好 该是陈时中部长要做的事情 就 好好的 告诉国人 我现在就有这么多人染疫 然后让大家有警觉心更强 就是要面对 悟悟实实 而且我告诉各位 现在呢 是土象星座很辛苦的时候 这未来的半个月呢 土象星座都会很辛苦 为什么 整个的星象的移动呢 会让土象星座的人压力压力压力 而且最主要 明皇星 土星 木星 太岁星整个连绵起来 哇天啊 那这还得了 是不是 那流年又是文昌化期 我一直在讲强调一件事情 文昌化期的死亡人数会一直增加 那是不是很惨 那当然很惨啊 所以 我讲到这里呢 其实 我不喜欢给大家压力 但是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压力来源就是在病毒 好 那压力来源在病毒 当然要有解方嘛 对不对 要解盲的方式嘛 解方嘛 那解这个方程式要怎么来呢 就是要分开作业了 而不是连在一起作业了 就是总统府里面 或者蔡总统 或者陈时中 要分开作业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解方 对不对 他有他的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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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呢 总统有总统运势 总统运势没有坏到说 一定要会让大家都会死掉 不会 那但是文昌化剂怎么解决 这才是重点 这个文昌化剂跟太阳化剂呢 连在一条线上的时候 就要赶快想方设法来解决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好 那这个月呢 他走天同太阴 对不对 那这个月是甲午月 连真化祿 他本命是什么 连真化祭 入祭交战灾更重 所以我倒觉得呢 这是一个麻烦 入祭交战灾更重 化祿跟化祭连结在一起 这个灾难会更多 好 有两个属租的 我先讲一下 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也属诸 对不对 好 但是因为他是医生 就完全不一样 行政院院长也属诸 命盘不一样 命格不同 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不同 好 跟讲话没有关系 我们先不要检讨个人怎么样 我们先不讲 我们讲他的命格 那他命格里面是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要来想方设法来解决呢 好 一个有专业的市长 是不是要尽量协助他 来想方设法把这些医疗系统 医疗设备还有很多的东西呢 就是尽量协助让他可以好好的来帮台北市民做防疫 然后新北市侯友宜也是一样 侯市长也是一样 那侯市长现在运势是强望运喔 否则新北市更是难看 因为呢 如果不是走强望运的话呢 新北市不是在他这样的严厉的管控之下的话 你说他说 这个现在店面要给我关就是要给我关 那市场就不能动 三天不能动就不能动 是他必须要这样做 否则的话呢 百姓根本呢 哈 沒關係啦 我戴口罩就好了 唉呦你戴口罩 那就没事情嘛 我给你说不是这样 不是你戴口罩就不会有事 哈对不对 所以呢像我现在出门啦 我一定戴两层口罩 但我办公室你看我随时把口罩戴着 很多很多人在公司上班并没有戴口罩 我除了吃饭喝水以外 我几乎都把口罩戴着 连进我自己的办公室我都是口罩戴着 我很怕呢就是怎么样 没有做好真正的防疫 那就是很不好 因为公司里面有很多员工 所以我现在要讲说 各司其职 各司其职 那这样的话呢问题还可以解决很快喔 所以 看起来呢 蔡总统运势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刚才提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太阳化剂 加上呢 他的文昌化剂是连成这条线 那这条线隐身呢 整个一条线呢是断掉的 所以呢 麻烦事大 就是这样子 未来三个月 如果在这个月 太阳化剂的这个月 没有处理的很好 下个月更惨 太阴化剂更惨 为什么 我要这样讲的这么的严重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现在的大运 刚好走在马的位置是天同太阴 太阴加化剂 两个化剂呢 一个在他本命的大运 一个在福德公 会不会更惨 会更惨 所以呢解方要出来 解方一定要出来 那我不知道 政府要拿什么样的解方出来 我已经点到为止 解方要出来 这解方第一个是东西 第二个是人 还有时间点 对不对 你发生危机 国家有危机 企业有危机 国家的危机 并不一定是个人的问题 会做出来的 但是呢企业的危机 也不是老板做不好 包括政治因素 包括天灾 包括人祸 都会影响这个呢 国家的运势 以及影响什么 影响主政者的运势 也会影响呢 整个企业的运势 不是这样吗 肯定就是这样 所以危机管理非常重要 像我们在念书 就教授天天都在教我们 怎么样的危机管理 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危机没有办法管理的话 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那当然就是 后面烂摊子就会一堆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言尽于此呢 海岸老师呢 点到为止 天机不可谢尽 谢谢大家 然后呢 如果你们觉得 海岸老师的直播还不错的话呢 帮我按赞分享广传 谢谢你们 另外不要忘记了 最重要的 动动你的指头 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好海外朋友 国内的朋友 你们都可以留言 好不好 但是千万不要 人生攻击千万不要 我们不能做人生攻击 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修身养性的时候 为什么呢 有大难临头 就是修养自己最好的时候 不要口出恶言 眼露凶光 然后行不欲之行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是什么 衙门好修行 宫门好修行 宫门好修行 我们也一样 一样好好来修行 百姓也可以趁这个危机来好好修行 我们多吃 多讲好话 然后呢 多吃树 然后不杀圣 好不好 我还是要劝大家 多讲好话 口 口土莲花 不要口出恶言 修行 不是为了你个人而已 修行可以 让天下都会变得更好 谢谢大家 祝福 台湾越来越好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更好 所以呢 假日请不要趴趴趴 还有阿公阿嬷 拜托你们 不要趴趴趴 不要又要去买菜 买了然后一大堆 哇分头 好祝福大家 海外朋友也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谢谢你们 拜拜